AIT2019年才搬新加救 位在內湖精華地段 當時還被立委踢爆 AIT占地6.5公頃 還是我們中華民國行政院的2.5倍 扯的是民進黨為了巴結 美國聯美抗中 一租就是99年 總租金3億多 一坪租金竟然不到15塊錢 相比市價一坪地 賣100萬到80萬 簡直填差地 沒想到AIT最近還要求要再擴建 看中內湖國中的學校用地 要改成AIT的機關用地和學生牆地盤 AIT卻是要蓋倉儲 員工休閒中心和停車場 而且只有美國人可以用 AIT到底在台灣有多少人 他為什麼需要這麼大的地方 你再求要藏軍隊 還是要藏飛彈基地 他還要繼續擴大 這就要得尊進尺 網友看傻眼開酸 這麼大塊地 你是想蓋秦始皇的阿房宮 順便當皇帝嗎 外交專家也說 沒有國家會像台灣這樣 不成這樣 而當地人根本不知道學校用地 要被徵收給美國人 瞬間傻掉 大家都應該好好地思考 真的太自私了 不是在胡搞笑搞 不是只為了自己 要怎樣就怎樣 你在華盛頓 拿一塊同樣大的地 給我們台灣的話 我們可以考慮 要不然一般國家都是斷然拒絕 那你這樣來說 那我還要買一個購物中心 給我們的員工去購物 你是不是還要給他一塊地呢 像美國人要什麼有什麼 所以就養成了美國貪婪 非常張狂的企業 AIT的戰地 視同美國領土 連團司法都無法干預 政府卻迫不及待 化地給美國 柯文哲還答應要送學校用地 讓專家大喊不可思議 AIT這塊地是美國人要求 你知道簽約簽多久嗎 九十九年 金馬台澎的中華民國上面 還有租借 這是奇齒大陸 美國跟你遺起遺求 柯文哲想要去討好美國 然後我們大家財產去討好 可見這個人的人品 把台灣賣掉 還幫人家數鈔票 就是他 當一堆台灣年輕人 都還是無可刮牛 看來民進黨政府 和柯文哲是否 給美國人大片土地 我國國格恐怕早就被踩在美國人腳底 記得張樂民續航好 SMP小組台北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